大陆首届眼镜文化节4月6日至7日在江西英坛举办 同时,大陆首个眼镜文化主题博物馆6日开馆 据了解,该博物馆总投资4千余万元 综合展示面积约3400平方米 通过上千件藏品的展示以及声光电多媒体技术等方式 回溯了眼镜及其行业的发展历史 江西英坛的渝江县由大陆眼镜之乡之称 早在清代嘉庆年间,渝江县中同镇就出现了眼镜作坊和销售协帮组织 目前人口为38万的渝江县,有近5万人从事眼镜销售工作